院床上刷手机 无意间刷到了前女友的结婚视频 本来想着老死不相往来 就当没看到 但想了想 我又划了回来 发了条评论 新郎长得很帅 祝你们新婚快乐 我的爱人 刷到前女友结婚视频的时候 我正躺在病床上 喜滋滋地看着搞笑视频 视频内容太过搞笑 笑得我前仰后合 肩膀一抖一抖 像恶似的 有有们 笑点低的感觉谁懂啊 刺着的牙还没来得及收回来 视频的主角就换成了一个 我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人 我慌 这不是我那老死不相往来的前女友吗 我自着的牙顿时收了回来 她也来拍搞笑视频了 等我再定睛一看 原来是她的结婚视频 打死我都没想到 有朝一日居然能刷到前女友的结婚视频 视频中白色婚纱的她真的很美 盯着视频让我晃了声 旁边站的是她的新郎 一个长得很帅的男生 两人站在一起很是般配 我顿了几秒 本想直接划过去 但想了想 我又划了回来 虽然是前男友 但前女友结婚 还是表示一下吧 就当告别 于是我发了条评论 新郎长得很帅 祝你们新婚快乐 发完评论我就划走了视频 说实话 看到前女友的结婚视频 我不可能无动于衷 不过可不是因为嫉妒 而是因为前女友都要结婚了 作为前男友的我居然还是一名单身狗 友友们 狂虐单身狗的感受谁懂啊 不过不得不说 柳如烟她还是很有福气的 找了个那么帅的老公 真是便宜她了 三号床病人吃药了 视频刷得正起劲 护士忽然催门而入 吓得我立马把手机藏了起来 她狐疑地盯了我一眼 不确定地询问 三号床病人 你要偷偷刷视频了 你现在是特殊时期 情绪不能太过激动 笑也不行 整个医院无人不知 三号床的小伙子笑得一 总是绷不住笑 还特爱看搞笑视频 空荡死记地走廊 我的魔音一听就听得出来 隔壁床的大爷大娘恨我恨得牙痒痒 他们这个年纪最怕吵了 却总是不舍得打我 毕竟我是他们当中最小的一个 一大堆爷爷奶奶心甘心甘地喊着我 可美滋滋了你 简直是堪称团宠的存在 护士姐姐 你最好了 今天的药可不可以不吃了 虽然我笑点低 但不妨碍我撒娇卖萌 而且那药可苦了 每次吃还总是卡我嗓子眼 烦得嘞 撒娇卖萌没用 护士姐姐一脸冷酷无情 任凭我怎么求起 她都不肯放过我 委屈 殷殷殷殷 好吧 不就是药吗 我吃 在护士姐姐的监督下 我成功将一大把药吞了下去 而且今天居然没有卡嗓子眼 真好 确定我吃完药 护士姐姐才离开了病房 隔壁床的大爷急忙拉开帘子 递给我一颗糖 小伙子 快把糖吃了 压压味 我接过来剥开外皮含在口中 糖果的味道瞬间压过了苦涩的药味 甜的嘞 谢谢李爷爷 我们病房里的人都怕不 李爷爷是拥有糖果最多的人 每次吃完药 他总会趁护士姐姐不注意塞一大把糖果给我 那是我吃过最甜的东西 我重新抛出手机 原本想着继续刷视频 可手机一直震动的不停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豁 许久不活跃的高中群居然99家 我再一看 原来是因为柳如烟结婚那时 嗨 我还以为啥大事呢 这视频里的是柳如烟吧 有人在群里发了一张截图 像简直和柳如烟一模一样 不是吧 柳如烟居然结婚了 啥时候的事啊 他怎么没通知啊 我一条条翻看着群里的消息 忍不住扎舌 柳如烟这么不仗义 居然没邀请老同学去参加他的婚礼 嘖嘖嘖 几年不见 他倒是忘了这些老同学 我又划了几下 群里全都是对柳如烟结婚感到诧异的消息 我估计要不是有同学看到了他结婚的视频 说不定还不知道呢 柳如烟典典型有了老公忘了同学啊 不仗义 简直不仗义 或许是心心念念起了效果 视频主角姗姗来迟 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头像上线 拔动屏幕的指尖顿住 我停了下来 嗯 今天结婚 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彻底让下面炸开了锅 我下意识想滑走 可指尖就是不听使唤 一直停留在消息界面上 靠 柳如烟居然上线了 柳如烟 什么时候的事 也不通知我们一声 就是 要不是刷到结婚视频 我们还不知道吗 你不会因为不想让你老公见我们才没说的吧 哎 你老公什么样啊 我刚才都没看见 就是就是 现在都结婚了 总不能藏着掖着了吧 消息一条接着一条 把柳如烟的消息都刷美了 被你老公三个字占据 嘖嘖嘖 过了那么久 柳如烟人气还是那么爆棚 怎么回事 我居然还有点嫉妒 第一次遇见柳如烟是在高三那年 那是一个明媚的春日 周围洋溢着蓬勃的生机 树帽绿芽 花香四溢 风也浅全 只是我无心观赏周围的风景 拼了命地往前跑 要迟到了 要迟到了 我在心底疯狂尖叫 脚上的动作却丝毫不敢听 直到看见学校的轮廓 我才悄悄松了一口气 我看了一眼手上的表 7点58分 还有希望 就在我即将踏入学校的大门 以为自己不会迟到的时候 一股力道猛地将我拉向后方 迟到 记过一次 姓名 班级 门口传来一阵声音 我亮枪了几下 才勉强站稳 刚想开口发火 一张极其漂亮的脸庞 撞入我的视野 他穿着简单的白色长裙 袖口别着红色的袖章 清冷的眉眼冷淡 又蕴含着淡淡的梳理 我是颜控 啥也不喜欢 就喜欢长得好看的 心口涌上的火盾 是熄灭了七七八八 他可真漂亮 同学 你看看 现在才七点五十八 我没有迟到 我距离力争 指了指手腕上的表 视野没有迟到 可他却压根没抬眼 低头在本子上写写画画 喂 同学 你有在听我讲话吗 看他爱达不理的模样 我熄灭的火气 又蹭蹭蹭冒上来了 长得好看又如何 还不是个没礼貌的家伙 同学 我刚开口 他冷不丁抬起了头 清冷的眉眼似乎更加冷了 现在是八点三十五分 同学 你已经迟到半个小时了 我顿住 猛地看向自己的手表 不对啊 我手表上明明是七点五十八 胡说 我这明明是七点五十八 同学 你的表坏了 没看到他已经不走了吗 冷淡的嗓音听得我一愣愣的 我急忙低头 发现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我的表不走了 甘大顿时弥漫开来 我脸红得甚至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对不起 同学 实在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自己表坏了 还搞出那么大个乌龙 你能不能把我的名字从上面画掉啊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保证下次我一定不会迟到 求求你了 同学 我双手合十 拼命地求饶 他瞧了我一眼 细长的手指在表上点了点 然后开口 姓名 班级 我一起 他这是同意了 同学 我叫顾无言 高三一班的 真是太感谢你了 大恩不言戏 有时间我请你吃饭 他突然冷笑一声 低头在纸上写下了我的姓名和班级 高三一班顾无言 迟到外加贿赂纪律委员 寄过两次 别忘了去找班主任 说完他和尚记名册 转身离开 我愣在原地 如遭雷击 寄过两次 不带这么晚的 那天我被班主任狠狠训了一顿 垂头丧气地回了教室 教室里人很多 声音也嘈杂 一眼望去 乱哄哄的 但有些人总是一眼就能吸引到别人的目光 精致的面容 冷淡的气质 我早上遇见的那个人就安安静静地坐在窗边 显得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女孩清俊地眉眼微台 恰好窗外吹过一阵风 墨色的碎发拂过她的眼睫 我们视线交错 时间仿佛静止在这一刻 看轻是我后 她皱着眉头又低下了头 她长得实在好看 抬头低眸地惊鸿一瞥 至今让我难忘 另外一个女生靠近她 笑着喊她 柳如烟 今天又抓了几个迟到的呀 杀那间 我的心跳漏了半拍 原来她叫柳如烟 如今想想 当初真是鬼迷了心窍 怎么就被她给迷住了 我老公 杞伯恒 柳如烟在群里发了一张婚纱照 照片中 她穿着白色婚纱 脸上满是精致的妆容 脸上早已褪去了青色的稚嫩 只于成熟稳重 她丈夫搂着她的腰 明明看着镜头 可余光却一直在她妻丈夫身上 她的老公长得很帅气 就是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柳如烟可真是占了大便宜了 柳如烟和这男的可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啊 柳如烟新婚快乐呀 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 下面清一色的祝福 不过柳如烟可不仗义 结婚这么大的事居然也不通知我们 就是就是 柳如烟没解释 只是非常爽快地在群里发了红包 一个接一个 我的手比脑子快 直接在群里开始了抢红包大战 到最后 居然抢了521元 这可是有史以来我抢得最多的一次 我出去了 想不到柳如烟深藏不露啊 居然这么有钱 我喜滋滋地看着微信余额 今天真是意外之喜 可没等我高兴多大患 一滴刺眼鲜红的血珠落在了手机屏幕上 鼻子热热的 似乎有什么东西要喷涌而出 隔壁大爷一脸惊恐 小伙子 你流鼻血了 我愣了几秒 抬手一抹 可鼻血越流越多 指都止不住 视线逐渐变得模糊 灵魂迷前我只有一个念头 我不会要死了吧 但转念一想 死了也好 死了就不会痛苦 不用吃药 不用化疗 不用掉头发 不用流鼻血 也不用想起柳如烟 那时候身旁的人都偷偷一弄我 他们觉得我是故意这样做的 目的就是引起柳如烟的注意 甚至还有不少人称呼我倒霉蛋 然后调侃柳如烟 柳如烟 快看 因为你变成倒霉蛋的顾如烟来了 听说他被你记过两次 想请你吃饭还被你拒绝了 你说他是不是不意想吸引你注意啊 不过这倒霉蛋长得还挺帅的 你倒是狠心 换作是我 肯定不会像你这般冷漠无情 那时候我就站在门前 将那个女生的声音尽收耳底 脸色苍白 我是很倒霉 但是记过是因为我自己犯了错 为什么是因为柳如烟我才变成倒霉蛋的呢 他磕尽指手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又有什么错 背后随便议论别人 这就是老师教给你的东西 眉眼冷峻的柳如烟第一次发了火 他站起身 冷冷地盯着那个女生 他不是倒霉蛋 不该被你们这样议论 我也只是做了我的本职工作 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但犯错不是你们议论别人的借口 有时候无心的一句话 可能会对别人造成莫大的伤害 你们只顾着自己一时取乐 却全然忘记了他的感受 他会怎么想 你没有想过吗 女孩的话质地有声 教室里同学顿时压屈无声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震颤起来 眼睛酸酸色色的 柳如烟在为我说话 那天下课后 我去找了柳如烟 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便是 对不起 我没想到他会和我道歉 因为我让你受人非议 我真的很道歉 女孩表情诚恳又认真 我一时间晃了身 反应过来后我摇了摇头 不是你的错 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他也只是做了他的本职工作 而且我还要谢谢你 谢谢你替我讲话 那天我们聊了很久 也是从那天起 我们的接触慢慢多了起来 最初的剑色起义 逐渐变成了暗恋 虽然我很喜欢柳如烟 但是暗恋的人 好像都少了一份勇气 我不敢和他表态 以至于连同桌成一白 都发现了我的异常 顾如烟 你是不是暗恋柳如烟呢 我告诉你 柳如烟性子很冷 单上好多人都喜欢他 可惜他一个都不喜欢 暗恋他不是什么好事情 因为会没有结果 还不如换个人喜欢 我知道喜欢柳如烟的人有很多 但是喜欢不是可以控制的事情 有些时候 有些人 有些事件 总会让你怦然心动 毫无理由 而且和柳如烟接触下来就知道 他是面冷心热 我知道柳如烟喜欢小动物 他会在回家的路上喂流浪猫 为他们搭建温暖的窝 会送他们去医院 联系好心人领养他们 在那条鹅卵市铺成的小墙 有一位少年注视过女孩的温柔 他很有爱心 也很有责任心 他是最好的柳如烟 我曾以为他会属于我 但现在他属于别人了 我没死成 再次醒来 耳边是呼吸机工作的声音 房间内的消毒水味道也愈发浓烈 像打碎了的香水 一点点涌进我的鼻腔 我的父母就坐在一旁 满头白发 男眼苍老 见我醒了 他们急忙转身 抢挤出一抹笑 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小颜 你醒了 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嗨 我的父母就是小笨蛋 他们以为掩饰得很好 但其实我早就看见他们偷偷抹眼泪了 还故意让我不知道 他们太笨了 放心 爸妈 你们的女儿可是打不死的小强 我可顽强着呢 对了爸妈 我手机呢 抢完红包就晕了过去 也不知道现在群里怎么样 柳如烟那么大方 我肯定还有好多红包没抢到 真是亏大了 我妈迟疑了几秒 我敏锐地察觉到她的不对劲 于是问 怎么了吗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小颜 手术时间提前了 等你手术出来再看手机好不好 我妈再也掩饰不住崩溃 声音满是哽咽 手术 曾经我以为这一天会离我很远 可当她来临的时候 我竟丝毫不觉得害怕 我松了一口气 脸上重新露出笑容 哎呀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不就是手术吗 那做手术之前 我还要吃妈妈亲手做的菜 对了 我还要和隔壁的大爷大娘们道个别 省得他们以后挂念我 还有李爷爷的糖果 我絮絮叨叨说了很多 可他们全都侧身不看我 压抑着抽气地哭声 嗨 不就做个手术吗 怎么一副要生离死别的模样 怪感伤的 但想了想 可能还真是要生离死别了 毕竟那手术只有5%成功的概率 所有人都清楚 我多半不会是那5%的奇迹 妈妈做了很多菜 都是我爱吃的 可惜医生交代我数前不能吃东西 谁懂啊 不能吃饭的痛苦 我只能闻了幼闻 默默记住味道 和隔壁的大爷大娘们告别完 我将自己弄得干干净净 小颜长得真帅 我妈说这话时早已气不成声 我爸也红了眼眶 但我知道我一点都不好看 现在的我又瘦又苍白 头顶光秃秃的 毕竟我的壁纸是与柳如烟的合照 而我妈一直知道我曾经喜欢过她 但她什么都没说 她什么都明白 不知道什么时候 群里发了一条链接 我点了进去 正是柳如烟和她丈夫的现场直播 婚礼现场布置得很好 很梦幻 简直就像公主的城堡 只不过柳如烟的丈夫是王子 柳如烟是公主 而我只是官里的丑小鸭 有请新郎新娘上台 四姨的声音响起 几博恒小心翼翼的扶着柳如烟上台 然后细心地替她整理好军板 看来新郎是个很细心的人啊 新娘有福气 四姨的打去让一旁的柳如烟红了脸 却还是忍不住笑 那笑是幸福的 是喜悦的 一旁的几博恒也在笑 那笑是深情的 是充满爱意的 我也忍不住笑 不得不说 他俩是好磕的 很荣幸今天能主持新郎几博恒先生 和新娘柳如烟女士的婚礼 几博恒先生和柳如烟女士 一起走过风风雨雨 相互扶持 然后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我相信 不仅仅是我 台下的观众应该也很好奇 两人的恋爱过往 不如柳女士讲一讲 肆意将话筒递到了柳如烟面前 台下的宾客也纷纷鼓起了掌 柳如烟接过话筒 看了一眼她的丈夫 然后拉住她的手 开始讲述她们相爱的过往 紧紧听着 我便能想象到柳如烟和她丈夫有多恩爱 我很爱我的丈夫 她会包容我的缺点 默默支持我做的决定 从不与我吵架 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刻我都很幸福 遇见她 与她相爱 与她结伴终身 是我这一生最幸运的事 随着话音落下 全场响起雷鸣般的响声 我也情不自禁鼓起了掌 可脑海中却经不住 回忆起以前的事 爱意总是在相处中 一点点蒙发出来 随着相处的时间越来越久 柳如烟似乎喜欢上了我 因为她看向我的眼神 就像我无数次 偷偷看向她的一样 尽管如此 我心中还是不确定 于是在我生日那天 我终于鼓足了全部的勇气 要向柳如烟表白 嗨 说出来也是丢人 我甚至想过要是柳如烟拒绝我 我直接挖个洞钻进去 当顿地老鼠 但是有友们 柳如烟居然先我一步告白了 惊讶死我了 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春日 春暮暮阳 暖光倾斜而下 柳如烟就站在树下 郑重而又认真地盯着我 我喜欢上了一个人 第一眼见她 我就觉得她很有趣 你说怎么会有人手表坏了都不知道 还以为自己没迟到 甚至她还想请我吃饭 后来我发现笑时会有两个好看的酒窝 她还很温柔 乐观有爱 温暖得像个小太阳 每次都让我心动不已 我想再不主动出手 我要后悔一辈子 她说到这儿 故意停顿了一下 我的心脏砰砰直跳 几乎快要站不稳 她紧紧地抱住了我 所以顾无烟同学 你愿意做我的男朋友吗 所以几博恒先生 你愿意成为柳如烟丈夫吗 两道声音仿佛超越了时间的界限 重合在了一起 少女柳如烟的笑语 成熟的她也逐渐重合 恍惚间 我又回到了那年春日 满脸羞涩的少年 朝着对面的少女伸出了手 我愿意 我愿意 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一道轻 一道重 一道在充满祝福的婚礼现场 一道在消毒水味四溢的病房 我似乎抓住了柳如烟的手 可现实是 成熟的柳如烟已经有了丈夫 而少女柳如烟只能永远留在我心中 眼泪趴得一下落在手机屏幕上 我妈焦急的脸庞映入眼帘 小妍 你说什么 我抬眼 猛然惊觉自己早已满脸泪水 轰铃的掌声再度响起 我看着柳如烟和她的丈夫宣示 交换戒指 小心翼翼地接吻 又想起了少女时的她 柳如烟 你喜欢顾无烟吗 喜欢 那柳如烟你会永远记得顾无烟吗 会的 那如果有一天我死了吗 傻瓜 顾无烟会平平安安的 那个春日 自已风发的女孩第一次吻向了男孩 并做出了约定 等春天来临的时候 柳如烟就嫁给顾无烟 可惜啊 我等不到春天了 我曾短暂地遇见过一个温暖的春天 可是枯木逢春 见烟不见生 柳如烟 春天要来了 祝你幸福 我闭上眼睛 任由眼泪滑下 妈妈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紧紧把我搂在怀中 气不成声 小妍 不要哭 我们不看了 不看了 我其实不想哭的 一点不想 我是妈妈最坚强的儿子 即使确诊脑瘤 吃了那么药 做了那么多话聊 头发都掉光了 我也没哭一声 我很坚强 可现在我坚强不下去了 顾无烟要死了 我费力地睁开眼睛 努力把妈妈的手握在手中 妈妈 我不哭 不要怕 不要怕 我还想说句对不起 可妈妈的眼睛太红了 我忽然间就说不出口了 我不是个好儿子 成年之前被妈妈和爸爸 如珠四宝地宠大 成年之后 却害得他们白发丛生 脊背被压弯 是我拖累了他们 甚至还要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 妈妈 对不起啊 还是我的心在作祟 那些不可磨灭的记忆 在我脑中不停翻滚 我想起了我和柳如烟分手的那天 那是高考结束后的第三天 我向她提出了分手 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甚至觉得我在开玩笑 可我没有 我认真又残忍地重复了一遍 刚才说过的话 我说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那是第一次我看见柳如烟哭 一滴接着一滴的眼泪 从脸颊上滚落 她不愿接受 没有为什么 只是累了 我掐着自己的掌心 竭力将喉尖的酸色咽下去 高考体检我检查出了问题 医生诊断我可能得了脑瘤 那时我觉得天蹦地裂 我怎么可能得脑瘤 我才十八 再过一段时间我就高考了 我还要和柳如烟考同一所大学 我还要去过属于我的人生 我怎么就得了脑瘤 我崩溃了 可任凭我怎么伺候 诊断单上都清清楚楚地写的是脑瘤 我没有救了 从那天起 父母就开始不停地在各大医院为我奔走 短短几天就白了发 而我也办理了休学 所有人都以为我是生了病 高考那天我去了考场 少女还是那么惹眼 万千人群中我一眼注意到了她 她似乎很失落 目光一直徘徊着 仿佛在找什么人 柳如烟 我大喊一声 跑她招手 她立马转身 朝我的方向望了过来 失落被欣喜取代 我就静静地站在原地 看她穿过汹涌的人群 逆着人流向我奔来 那一刻即使周围人潮拥挤 我的眼中只有她 是她 我的女孩 顾无言 我还以为今天得不到你的祝福了 女孩紧紧地抱住我 语气激动又欣喜 我告诉柳如烟 我是因为生病才请了假 她眉目忧虑难掩 我已经好了 今天还要参加高考呢 我掩饰着情绪 特地在她面前转了一圈 然后扬了扬手中的总考证 她这才松了一口气 好 那就祝我的顾无言万比如箭 扫万君 进考场之前 我朝她挥了挥手 柳如烟 高考加油 祝你前程四季 此后再无忧 她转身猛地跑过来 不为周围人的目光 点起脚尖 吻了下我的嘴唇 然后双手紧紧搂住我 你也是 我们还要考同一个大学 等大学毕业柳如烟 就嫁给顾无言 我靠在她的头上 任由眼泪滚落 好啊 那天的考试 我还是没有参加 我骗了柳如烟 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 我们去看了电影 是个讲初恋的爱情片 我们坐在电影院的最角落里 食指交握 相互依威 即使电影散场了 我也不舍得离开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我们去了游乐场 把所有游乐场的项目 我们去了当初定情的那棵树下 我向她提出了分手 之后毫不留情地离开 没有顾无言 柳如烟也会幸福的 从那之后我再没了她的消息 我们搬了家 去了最好的医院 可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 治不好 尽管如此 我还是接受了化疗和手术 但仅仅维持了四年 我的病情就恶化 我终究是等不到春天了 麻药缓缓注入体内 我的意识逐渐模糊 我想起进手术室前 妈妈和爸爸拉着我的手 他们眼睛哭得红肿 却一言不发 亲爱的爸爸妈妈呀 做我的父母太辛苦了 如果有下辈子 换个人做你们的儿子吧 不要再选我了 顾无言会在天上 保佑你们幸福平安 开始手术 一气运作的声音响起 手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我彻底失去了意识 不知过了多久 窗外忽然吹来一阵风 柔软的枝头上挂着的嫩绿的树叶 像突破禁锢一般飘落了下来 缓缓坠落至地面 正文到此结束 番外开始 顾无言的葬礼办得很简单 他手术失败 没能下得来手术台 他的父母只邀请了亲近的人参加 陈一白是一个例外 得知顾无言的死讯 陈一白起初不相信 高中时 他和顾无言的关系最好 即使毕业后没了联系 但在他记忆中 顾无言一直很健康 怎么忽然就不在了 陈一白想不明白 从顾无言父母口中 他才知道原来顾无言得的是脑瘤 脑瘤啊 要做化疗 要吃很多药 还会掉很多头发 小言一定很难受吧 还有柳如烟 他和顾无言谈恋爱的事情 只有他知道 他以为他会一直喜欢顾无言 但他居然嫁给了别人 明明以前那么喜欢顾无言 为什么又不喜欢了 顾无言 柳如烟就是个渣女 你不要再喜欢她了好不好 在顾无言的墓碑前 陈一白哭得撕心裂肺 可是不会有人再回应她了 又一年春天 陈一白再次出现在顾无言的墓前时 她的身旁多了两个人 是柳如烟和己博恒 不过他们两人并不知道这是谁的目的 陈一白只告诉了柳如烟 这是他们同学的命 你好好祭拜祭拜她吧 好歹你们曾经是同学 陈一白声音已经哽一 却还是把己博恒拉了出去 柳如烟一个人尽力在墓碑前 低头看着墓碑上的照片 心脏说不出来的一阵刺痛 她还没反应过来 眼泪就已经流了下来 好奇怪 她摸了摸眼角的泪 脸上只有疑惑 明明照片上的人她不认识 为什么会感到难过呢 好奇怪啊 出来后 柳如烟直接扑进了己博恒怀里 己博恒细心地搂住她 低声嘱咐 小心点 她不该让他们来的 只是她很想问一句话 柳如烟 你还记得顾无烟吗 女人愣了几秒 摇了摇头 顾无烟是谁 似乎她真的对这个人没什么印象了 风吹得猛烈 陈一白只听见了己博恒的一句惊呼 老婆 你怎么流泪了 大概被风吹迷了眼吧 走吧 我们该回家了 陈一白静静地看着他们两人牵着手 渐行渐远 眼睛红了 她看向墓碑上的照片 顾无烟了 下辈子 不要再喜欢柳如烟了 低男随着风声彻底消失在墓地中 陈一白闭上眼睛 任由眼角的泪滑落 春日不见省 静秋欲逢春 见春天 不见故人 番外到此结束 柳如烟视角开始 我有一个老公 我很爱她 我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大学时期 那时候她穿着白衬衫 眉眼弯弯 你好啊 我叫己博恒 她叫己博恒 而我叫柳如烟 那时她明媚的笑容 也深深镌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心动的滋味 顺理成章的我们在一起了 每次做这些事 我的心脏都会振战不移 恋爱了四年 我迫不及待想嫁给我的丈夫 可没想到一毕业 她竟然先向我求婚了 求婚的地点她选在了游乐园 因为我不喜欢那些花里胡哨的行事 所以她只准备了玫瑰与戒指 我们在游乐园玩了一天 直到夜幕降临才去坐了摩天轮 据说在摩天轮到达最高点时 接吻的人会永远在一起 摩天轮缓缓上升 她不经意间提了一句 我正低头绣着玫瑰花香 文言忍不住笑出了声 你什么时候相信这个了 这些话也就是骗骗人的 哪有人会永远在一起 她对这些话一向并不怎么相信 虽然我同她一样 可唯独她 是让我愿意相信的理由 我想和她白头显老 白手不离 所以在摩天轮到达最高点的时候 她向我求婚了 柳如烟 你可以和我在一起吗 她单膝跪在地上 眼中倒映的只有我的身影 我当时很惊讶 但眼中仍有泪光闪烁 我没有犹豫 直接伸出了手 让她将戒指套在了我的手上 很快就定下了结婚日期 而我和丈夫也提前住进了 我们两个人的家 那天晚上我们亲密地相拥在一起 丈夫却好奇地盯着我胸前的一道长霸 你这里动过手术 我紧紧地抱住了丈夫 只是含糊应了一声 我的确动过心脏手术 听爸妈说是一场意外导致的车祸 我也因此没了以前的记忆 不过好在我命大 活了下来 丈夫没再多言 之后我们便一起筹备婚礼事宜 在收拾家中的杂物时 我无意中翻出了以前用的手机 打开手机 映入眼帘的是一张合照 是我和一个男生的合照 照片中的他笑得鲜活明媚 一只手揽住我的肩膀 很是亲密 而我也满眼笑意 目光姿势至终都没有离开过他 那个男生的脸庞很陌生 但和我丈夫长得有点相似 我的第一反应是很慌乱 我以前的手机 怎么会有陌生男生的照片 我和他是什么关系 心脏闷闷地疼 我手一松 手机静止掉在了地上 响声惊动了我的父母 他们慌乱地冲上楼 看清地上的手机后 更是面色大变 他们把手机拿走了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是那种反应 只是第二天 他们又把手机送了回来 不过那个陌生男生的照片 已经没有了 我想那个陌生男孩 或许是我曾经喜欢过的人 可是现在我已经结婚了 我爱我弟丈夫 我不想再让过去的事情打扰我们 于是这件事渐渐被我淡忘 结婚那天 不知为何我又重新打开了手机 我拍了一段和丈夫的视频 然后发到了网上 很多人点赞评论 我却独独注意到了一条评论 新郎长得真帅 祝你们新婚快乐 发出那条评论的账号 名叫小妍最喜欢春天 头像是一棵刚长出嫩叶的小树 我愣了几秒 忽然觉得心脏疼得厉害 丈夫在一旁担忧地扶住我 怎么了 心脏又疼了 为了不让丈夫担心 我摇了摇头 没再去关注这条评论 只是以前许久不用的班级群 突然活跃了起来 他们发现了我结婚的视频 一直追问我结婚的事情 我对这些老同学并没有什么印象 不过想了想 还是应该告知他一门一下 同学们很热情 一条消息接着一条发 不过我与他们并不熟络 发完红包后就关了手机 后来还是丈夫发了一条直播链接 婚礼结束得很圆满 唯有一点不好的是 快结束的时候突然变天了 明明该是晴空万里的日子 天却像要下雨似的 我祈祷着不要下雨 因为我的丈夫不喜欢雨天 尤其是在这样的大喜日子 或许上天听到了我的祈求 老天爷最后还是没下雨 反而万里无云 明媚如春 婚后我和丈夫过得也很幸福 过了一年 我们的家庭要增添一位新成员了 我和丈夫都很开心 去商场买了许多宝宝穿的衣服 给宝宝的礼物 也是在那里 我遇见了高中同学陈一百 我对他没什么印象 他见到我和丈夫 在买孩子用的东西 也没多说什么 只是道了一句恭喜 然后匆匆离开 只是我觉得他很奇怪 却又说不出来为什么 直到他再一次找上了我 他带我和丈夫来了目的 说让我祭拜祭拜同学 说实话 看见墓碑上的照片 我第一反应是心口疼 眼泪不由自主就落了下来 但我对他很陌生 我已经不记得 我曾经在手机里 见过那个男孩孩的照片 我像个陌生人一样祭拜了他 然后匆匆离开 因为我的丈夫还在外面 见我出来 丈夫立马奔了过来 他现在不是一个人了 却还像以前一样忙忙壮壮 我小心地抱着 又不忍心斥责他 只好准备带他离开 这时候 许久没说话的 陈一百问了我一句话 他问 柳如烟 你还记得顾无言吗 我愣了几秒 顾无言 我并不知道他是谁 只是眼泪却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我觉得很奇怪 想来是今天的风太大了吧 后来我生了个女儿 我给他取名几目烟 寓意几博恒永远喜欢柳如烟 几目烟小朋友的性子 完全随了他妈妈 才三岁就活蹦乱跳 经历异常旺盛 也被他爸爸宠得无法无天 几博恒说再多话 也不如柳如烟的一句话管理 于是在几目烟小朋友 再一次把几博恒气到后 柳如烟二话不说 直接把他打包送回了老家 任几目烟哭得撕心裂肺 也没软下心来 几目烟小朋友知道自己撒娇没用后 只好乖巧地跟着外公外婆生 外公外婆对他很好 也很宠他 以至于几目烟小朋友都不想回去了 柳如烟得之后也很开心 直接和几博恒出国旅游过二人世界去 在外公和外婆之间 几目烟小朋友更喜欢他的外婆 因为外婆对他很好 不像外公那么严肃 只是外婆有时候总会望着他的脸发呆 甚至嘴里还念叨着妈妈的名字 几目烟小朋友以为奶奶是想妈妈了 毕竟他和妈妈长得很像 于是他去找了外公 那个素来严肃的外公沉默了很久 才把几目烟抱在怀里 他说 外婆不是在想妈妈 几目烟很好奇 那外婆在想谁 外婆在想我们小烟的小 也就是你妈妈的双胞胎妹妹 几目烟小朋友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妈妈 居然还有一个双胞胎妹妹 双胞胎是什么意思 几目烟很好奇 双胞胎就是两个一起 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的孩子 妈妈的双胞胎妹 也就是和你妈妈一起出生 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可我为什么没有见过呀 几目烟小朋友皱着眉头 想了很久也没想到 和妈妈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外公叹了一口气 然后望着几目烟小朋友的脸发呆 因为他已经不在了 几目烟小朋友敏锐地感觉到 外公的心情似乎不好 他不敢再继续问了 可事实上他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为什么爸爸妈妈 从来没有提过他的小姨 家里似乎也没有小姨的照片 外公外婆更是没有说过这件事 可外公却自顾自的说了起来 你小姨和你妈妈长得一模一样 也和她一样聪明 只是小时候我和你外婆 把她弄丢了 你妈妈也不知道 她还有一个妹妹 后来呀 在你妈妈18岁那年 我和外婆找到了你小姨的消息 你妈妈去接她 可是路上两人出了车祸 几目烟小朋友立马瞪大了眼睛 她知道车祸 那是很危险的东西 外公已经眼含泪花 见状 几目烟小朋友急忙 伸出肉糊糊的小手 替外公擦眼泪 外公不哭 有小烟在 外公揉了揉几目烟小朋友的脑袋 继续说了下去 你小姨她不幸去世 临死前把她的心脏捐了出去 让一个人重新获得了生命 几目烟小朋友很认真地听着 但她不懂得生理死业 也不懂得临时是什么 于是天真的问道 那个人是谁呀 小姨现在又在哪里 外公盯着几目烟小朋友的那张脸 恍惚间 仿佛又看见了那张 和柳如烟一模一样的脸 准确来说 是死去的柳如烟的脸 那个人是小烟的妈妈 不过外公没有说出口 只是默默收回了视线 小姨去了天堂 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不过你小姨会在那里过得很幸福 几目烟小朋友歪了歪脑袋 一脸疑惑 外公说的她听不懂 但是听到小姨过得很幸福 她还是笑了 那小烟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给小姨 这样小姨就更加幸福了 外公闻言笑笑 好啊 不过小烟要和外公一起保守秘密 否则秘密说出来了 小姨就不会幸福了 几目烟小朋友狠狠点了点头 我一定保守秘密 甚至曾经她说过要嫁给她的